中共用外汇储备打贸易战,扣除这三项所剩无几,中国外汇储备近年稳作全球第一。根据数据显示其6月金额,以累计高达3.1兆美元面对当前贸易战,中国政府也无疑将此视为武器之一。 但对此著名作家陶杰金撰文指出,中国当前有佣的外汇储备若扣除外汇资本、外债,与美国的贸易顺差,所剩资本已不到1300亿美元。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当前,更将此视为作战武器。 然而陶杰却指出,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在2014年出访非洲时就曾表示,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我们很大的负担,因为其若变成本国的基础货币将会影响通货膨胀。 而若中国要将当前拥有的3.1兆外汇储备作为战利,其实仍需扣除三大部分贊助商。 链接贊助商,链接一,外汇资本中国对外开放以来,逐渐利用外资取得发展。 根据数据指出,2018年6月由外商代入的投资高达6000亿美元。 然而,在贸易战升温,人民必须贬的情况,下振6000亿美元加上利润和利润升值,随时可通过合法管道。 撤离中国,届时该国要面对的除了失业率,还将损失3.1兆外汇存底中,归属外资企业的1兆美元。 二,外债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,链接,截至今年3月中国外债余额已高达1.84兆美元债外汇储,被6成其中中国外债多为两年期债务而根据官方数据,短期外债余额上有71万亿人民币。 也意味着该国需在两年内偿还这些债务分,贸易顺差。 中国去年贸易顺差,总额约为4199亿美元其中,对美顺差占2736亿美元。 而随着美国总统川普态度持续强硬,外汇储备恐将在失去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链接然而,面对美中关系持续恶化。 中国当前,储无法向美国进口石油、粮食、全球晶片也多遭美日欧垄断。 当前扣除以上三大部分,中国真正所拥有的外汇存底,仅剩1264亿美元,已无太多筹码。